大家好,我是保文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应该用如何公平、自由、平等的选拔方法 去找出最能够符合现代文明的优秀领袖 历史的演变是反映文明价值的冲突和更替 文明究竟能否持续发展进步 是很视乎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 所胜在的价值观和他领导人的智慧能力 研究世界历史的更替 便会发现到每个时代的轻衰传亡 实则就是不同价值的领导人 彼此互动和冲突所产生的历史事件 例如黄色性格和红色性格 两种价值观的正面交锋冲突 古今中外的历史已发生过无数次 公元前二百多年有红色性格的 汉宇和黄色性格的刘邦争夺江山 近代亦有泰国和巴西国家中的 红三军和黄三军的对类 中国历史上的黄金之乱、黄巢之乱 和黄袍加身等等这些历史事件 明显地都是由黄色性格的叛变者所带领 从历代君王被专称为皇帝 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橙帝、绿帝、 南帝或者清帝这样的称号 就可以知道色彩性格是和政治历史有密切的关系 至于西方历史的不同阶段 包括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啟蒙时代、 工业革命或近代多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 都能明显地找到社会和色彩性格有关联的代表人物 这些有趣的发言将会在日后的其他视频里面和大家介绍 但综合而言文明历史的更替发展 是和领导人的价值倾向有直接关系的 但这个题目很少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探索 但这个题目非常有趣 很值得大家重新去检视 首先我们用社会生态学来看看文明社群里面的阶级金字探 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里面 人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统治者制定固化的阶级制度 有利权力的巩固和操控 即使是今天的现代社会 不少国家仍然存在一些有形或无形的阶级 或者种族歧视制度 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或者白人歧视黑人等等 早就已经有很多报导了 但是由个人先天智能和才华差异 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和不公平 就很少得到社会的确认和报导 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生态学应该探索的方向 正如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 人民思想得到解放 文明才重新获得恢复发展的动力 人类所拥有的八种智慧 都是对文明进步有重要的贡献 如果某些弱势智能的群众 比文明族群里面 另一班侵略性较为强的群众 刻意利用制度去压抑和排制 必然就会对人类文明整体的平衡造成伤害 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摧毁这个文明集体 通过深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选举游戏规则 如何造成价值倾斜 大家就会同意我这个说法 在一个领导人的选举里面 他设计不良的入习条件和游戏规则 就好像一个价值观的过滤器 令不同价值观的候选人 要面对更大的优势或劣势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社会现状和民意所需要的某种价值观 来应付当前的挑战 但选举游戏规则却倾向选拔另一种智能和价值 令到胜选的领导人质素和社会现实的需要 出现很大的落差、脱折和错配 当然没有人会抗拒公平自由的选举制度 但如果被刻意包装隐藏的偏颇游戏规则 造成有意或无意的价值倾斜 不但不会带来公平公正 反而会将公平长期固化下来 反复作用之下令到整个议会逐渐被单一价值的代表所占据 由这样的议会来投票通过的所有政府抉择 自然就会带有一种强烈的价值倾斜 我这本书一直强调 人类智能才华在人群里的分配是非常巧妙的 但就绝对没有一种超级才华是八项全能、完美无缺的 因此任何被单一价值所独裁占据的议会所作出的 其决策都可能是倾于极端和危险 一般选举制度的结构性缺合 可以从下列各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比赛 可以预见到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公平、合理或平等的竞争呢? 现代社会的很多角逐比赛和选拔竞争 都是以平等为原则 但是什么是平等的定义呢? 是指平等的机会呢? 还是平等的条件呢?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人类没有智能多样化 全人类性格只有一个模样 完全没有智能差异 如果真的这样 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平等竞争 但现实上 人类先天有性格差异 也有后天学习的差异 千奇百怪的个性多样化是必然的现象 未来人类的文明应该如何去为个性多样化的人 争取公平机会 就必然是解决世界纷争的核心关键问题 也是人类和平发展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人类应该设立专案小组去探索解决这个问题 利用不同的游戏规则和比赛项目 就可以因选出倾向不同智能才华的人 因此公平的演讲比赛 就能够公平地选出黄色性格的人 但是对于深蓝色性格的人 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公平的写文章比赛 就可以公平地选出深蓝色性格的人 但是对黄色性格的人就不公平了 因为当国家需要某类才华的人 怎样去平衡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和平等性 就是关键 大家一起来看下 以下不同的比赛项目 是怎样去选拔出不同智能才华优势的人 如果选拔领袖的竞争 是比拼人制关系 或者动员的演讲 和谁最能够争取自由 还有看下他的投机赚钱和诡计多段的才华 结果就会选出黄色性格的朋友 如果选拔竞争是比拼 谁能够创作虚寇故事 剧本编写 艺术设计 唱歌跳舞 行为表演等等 就能够选出 红色性格的人 是如果选拔的竞争 是比拼精密计算 逻辑分析 行政管理 道德品格 和能不能够按张办事 那就会选出青蓝色性格的人 如果选拔的竞争 是比拼哪个能够最忠诚敦口 安守本分 绿色环保 坚持耐力 和稳重平衡的财务管理 那就会选出绿色性格的朋友 如果选拔的竞争 是比拼哪个最忠诚可靠 文不畅信的观察记录 也能够细致规画 品格又要善良 那就会选出 深蓝色性格的朋友 如果选拔的竞争 是比拼哪个最有关怀爱心 最懂得安排人力资源 社交网络的高手 还有医护人员的细心 和和平非暴力的作风 那就会选出紫红色性格 如果选拔的竞争 是比拼喜剧表演 公共人际关系 和和小孩玩得可不开心 还有灵活善变 和非常规的创意竞赛 那就有可能选出 橙色性格的朋友 由此可见 究竟这个选举竞争 是公平或公正 是很视乎 它的游戏规则设定 有些比赛 在未开始 你已经输了 另一个人类社群 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团队成员 要面临严峻的内部竞争 在古代的奴隶社会 地区势力 是凭借武力去征服其他国家 强迫战败国的人民成为奴隶 社会被上层归族 划分为不同等级 而在极端的宗教时代 不同宗教的人 会被歧视或迫害成为 次等民族 社会也会被分为不同等级 现代文明世界里 人民表面上 是享受着 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平等法律和政治地位 还有经济机会等等 但是细心分析 先天不同智能才华的人 难免在教育机会上 婚姻摘偶上 社交活动上 及即场升遷上 及政治权力上的竞争 隐藏着一些未被重视的另类差异 及机会不公平 自然进化的智慧本意 是为家族构建一个 包含不同才华智能的社群 令家族团队有更高的灵活性应变挑战 在族长的协调下配搭成为合作团队 应对家族以外的自然挑战 但是 自从文明诞生之后 当不同的家族 凝聚成为更大的社区 或者文明族群的时候 家庭成员 就需要离开家庭的保护傘 进入社区 与家族以外的其他成员 合作或竞争 本来单纯在家庭里面的 团队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成员现在要面对社群里面的其他成员 彼此要进行竞争 但由于每个成员的先天智能 和后天学习的条件差异很大 竞争因此出现了结构性的优性劣败 特别是进取型性格智能的成员 在社会上能享受更大的优势 而处于保守型的其他成员 却永远处于劣势 造成隐藏的社会阶级 造成隐藏的社会阶层格局 例如社会上的医生、律师、高层管理 和政治官员等等高薪厚职 多数都会被一些进取型性格所占据 而内向被动的保守型性格 亦多数会被商业社会所歧视和忽略 成为不受重视的弱势社群 另外文明族群的发展 是由多个本来是细丹力薄的家族团队 凝聚进级成为更大的合作团队 当中赖以凝聚团结的家族亲情 是不足以牵引着整个文明的团结 因此文明族群的凝聚力 是要涉及家族以外 人与人之间的人外关系 以人外关系维系的朋友圈 彼此感情浓渡 虽然是较亲情淡薄 但可以多善同时发展 并且通过时间加深感情的效应 产生牢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 家族以外的人际关系复杂 偶或敌有难分 尤其当资源频罚的情况下 人与人既有的文明合作抗敌的关系 亦必须在文明族群的内部 为自我生存保障而进行激烈的竞争 以往在家族受到亲情无条件保护的成员 必须踏出家族的保护舒适带 接受家族以外的挑战 怀有不同才华、擅长不同岗位的队员 就要跟家族以外的对手 进行更严苛的求生合作或比拼 所以在现代社会人性的先天差异 究竟如何影响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公平分配 以及应该如何设计公平有效的 领导人推举和选拔机制 这两项都是极具争议性的研究 如何有效合理地照顾社会上弱势社群 有道他们发挥应有的才华 是维持健康平衡的文明社会 所必须考虑的重大议题 否则极端的社会价值分化 将是文明分裂瓦解的潜伏隐忧 这些难以解决的争议 不但直接影响众多的人生制愈 更加关乎文明的轻衰成败 但一直就很少受到社会的关注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人类走在可持续的发展道上 是必须要解决这两个课题 或者将来可以建立一个 色彩政治学和色彩社会学的研究团队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前路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法律 就是为了防止弱势社群被欺凌示弱的社会规范 当不同智能才华的人在族群里比此竞争 其实并非是自然进化发展家庭结构的设计原意 因为智能多样化的原意 就是为了提高家族整体的求生灵活性和适应力而产生 但在文明社会里面 家族是文明集体的一个小单元 不同智能的成员 就必须夸出家族和其他成员进行内部合作或竞争 这样问题就产生了 可想而知在没有家族长辈的协调保护之下 先天个性进取强势的成员自然永远都成为赢家 而内向被动的弱势成员却是永远被欺凌的对象 这种强弱懸殊的内部倾斜 是导致重复发生的弱肉强食的困局 正正也是这个原因 仅为先进和和谐的文明社会 是必须鼓励人民彼此隐让关外 辅助弱小维护团结 并且建立避免恶性冲突 协调人制关系的道德品格和文化价值 还会颁布各种不同的成文 或者不成文的社会传统规范和法律 以确保弱势个性的成员 不会被强势成员欺压排制 这些就是文明规范和社会道德操作的核心基理 文明程度先进的社会文化 应该是包含了完善合理的人制道德规范 良好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风气 因此为了要协调这些不同智能才华的成员 人类文明是急需要有得才兼备的优秀领袖 今日人类的共同目标就是推动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 消除短视的杀陆战争 破除迷信邪恶和极端贪婪 整合全球资源和智慧 齐心应对全球性灾难威 其实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评颈 如果今次应对失败 全人类可能要面临集体毁灭的厄运 即使成功 人类文明也必须重建全新的文明思维 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重度覆车 跌下去因为人性弱点而造成的文明陷阱 要成功反败为胜 最关键的四个相互相成的因素就是 第一要有良好的教育传承目标 第二要有文明的文化价值 第三要有得才兼备的卓越领袖 第四要有文明先进的政治体制 以上这四项目标都同样是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健全的潜意识和醒觉意识教育 才能创造正向的文明社会文化价值 才能从中选拔出得才兼备的优秀领袖 才能加快重建社会的文化价值 从而鼓励全民重视基础文明教育的新风气 确保全民监察和参与选拔 挑选出将来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优秀领袖 当然重建整传教育系统和文化价值 恐怕是需要十多二十年的庞大基建工程 但是尋找合适的领袖 就应该是目前可以控制和立即要面对的挑战 人类族群的一切胜败得失 在于及时和正确的人为决策 我的观察认为制度和游戏规则会影响大局 但是更关键的是人民的文明意识 能否训练自己有准确的判断力 能否轻易被邪恶方言所愚弄 讲到底人的因素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一个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领袖 是有机会挽回大局 如果人民的识别能力偏低 接受了一位重复作出错误决定 更加充满决德邪念的 或者缺乏人性良知和羞恥心的劣质领袖 无论一切的优良制度或监察系统 设计得多巧妙公平 都只会徒劳无功 抵消不了错误领袖所造成的恶果 因此人民的文明精神和智慧质素 是比僵硬的制度框框 更加能够保障人民的福祉 文明人可以选出文明理性的好领袖 野蛮人当然会选出野蛮独裁的劣质领袖 人类一出生就有不同的才华智能 加上后天学习的差异 社会群众的人格智慧千奇百怪 另外一些外在因素 例如传统文化、宗教信仰、 游戏规则、政治体制、 经济模式和地理环境资源等等 也会倾向选出不同价值类型的领袖 领袖人的质素 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进步的方向 究竟如何选拔领袖人 才能够最符合人民的意愿 最能够代表平等、公平、文明、人性、人道 或者理性呢? 在今天的现代社会 其实是有很多人相信 勿敬天责、适者生存的领袖选拔赛 是最公平的竞争方法 他们赞成通过弱欲强食和自由竞争的 松林法则去选拔领袖 但究竟这样是顺应自然、公平合理 还是违反着文明的粗暴野蛮呢? 现代的商业决策 常用一些直接粗暴的平衡方法 一是同仁的公开比赛游戏 只是重视实力比拼的结果 按照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太弱留强、少数服从多数 胜者为王 是不会同情任何委屈的借口 或者先天的缺失 但在实践上 很多人会质疑 若细社群少数服从多数 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是有人吃亏 或者是被灭声呢? 松林法则的比拼竞争 松林法则太弱留强的竞争比拼 固然是适用在文明诞生前的万方世界 但是 是不是都一样适合在文明社会呢? 其实绝对自由的竞争方式 是不是变相的另一种不公平的隐性歧视呢? 我们经常要求社会公平公义 兼顾弱势社群 但是基于人类的先天智能多样性的现实 一事同仁的淘汰比赛 显然只是一些简单粗暴的以强凌弱 我认为 并不代表文明世界的理性公平 在文明社群里面 不同智能才华的人 是要面对不对称的竞争 表面看起来 相同在跑线上作公平竞争是公平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参赛者 并非在相同的先天条件下比赛 有些具有先天进取优势的 必然是永远享受胜利 先天弱势的 所以就永远饱尝落败 并且以为失败就是 既不如人 无奈默默接受 事实上 在比赛未开始之前 勝败已定局 中国有句言语 就是 苦乐平原 避犬欺 鱼游浅水 糟虾欺 意思就是说 不同优势专场的人 如果被逼在不适合自己的战场上竞争 优势无法尽显 那就相当于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例如要求红色人和紫色人进行跳舞歌唱比赛 红色人就必然败阵 或者要求紫红色人和青蓝色人进行数学比赛 紫红色人也会难以胜出 究竟在一个智能差异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否追求绝对的公平呢? 我们试想一下 一支足球队 球员都按照自己担任的位置进行训练 成为这个崗位最佳的能手 每当要和其他球队比赛 队友都能够发挥所长 配合完美 攻防得利 假设现在要颁发一个特别荣誉奖 给一位最杰出的个人球员 究竟我们应该采用什么选拔方法去决定呢? 如果我们举行射龙门比赛 前锋球员很大机会得奖 但是如果我们举行一个大球比赛 看看哪个带球带得最漂亮呢? 中锋球员有优势 如果举行一个守龙门的比赛 那当然就是门将会胜出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单一的比赛显然是没有办法 公平地选拔出最佳的球员 可能需要几种竞争方式 才能够公平地选拔出最佳的球员 在文明世界的现实生活 当然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假设有一支功能完整的作战军队 整体的设计是为了对抗外来挑战的 成员包括了各类的兵种 例如前锋感死队、追击手、炮兵、坦克兵 负责物流的运输兵、工程兵、通讯兵 爆破兵、火箭兵、空缸兵、护士团队 还有负责火食的崔士班 和负责物资管理的仓务兵 高层还有负责策策的参谋指挥等等 合作起来所向无敌 但是假设形势突变 所有不同兵种需要拿起自己的武器互相攻击 被此变成竞争对手、互相撕杀 结果会怎样呢? 谁会是大赢家呢? 这样的竞争是否会公平呢? 同样道理 你请一个负责主食的崔士班 去发射火箭 能不能够准确呢? 原本担任不同岗位 具有不同才华的个体 如果被逼接受参与一视同仁的内部自由竞争 注定无可能出现真正公平的比赛 在一个高程度的文明社群里面 每个人都应该有它的岗位角色 弱势社群的价值不应该被排斥和漠视 不少现代国家的立法和公投程序 采取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决议方式 形式上是参与者对各方建议的方案 经过讨论和协商之后 作出最后投票落实决定 但是如果双方代表极端对立的立场 大家都不愿意妥协让步 最后的投票就变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 令和博弈式的角力 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 崇尚 胜者为王 败者传输 其实本质上是类似 丛林法则那种无束缚 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方式 然而 从整体利益出发 低调弱势的诉求 也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 往往在这种比赛形式里面 他们的角色会被贬低和忽略 自然加深了社会两极矛盾的固化 侵蚀了文明合作的根基 科学实践证明智慧多样性可以促进灵活性和适应力 但是 过分方宗 价值独裁和倾斜 就会削弱灵活性和竞争力 因此 当我们要选拔一个英明领袖的时候 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好 今天的视频讲到这里 非常多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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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